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一伦 好今天一开始我先来介绍跟我对谈的是国际新闻记者黄真一好 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常常一开始都会先带大家来讨论一下乌尔战争嘛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哦 跟很多人最近出国旅游都很有关就是坐飞机 国泰航空爆出了一些对旅客不太礼貌的说法 好那请真一帮大家来整理 好这个是发生在5月21号国泰航空一架就是 班机从四川成都要飞到香港 这时候呢有这个好像说是一个港漂的大陆人 他就搭飞机到香港嘛 他就听到因为他坐在比较尾端飞机的尾端这边 他听到空服员哦一直在就是不断用英文跟粤语在抱怨乘客 但是这些空服员是在他们就是最后面整理的那个地方 他们不是在客舱的这个人座的地方啊 那他讲说什么呢 他讲说这个空服员有这个乘客跟空服员要毛毯 但是他英文不好他讲成了carpet carpet是地毯 好了这三名空姐呢就在后面这个整理空间的地方呢 他就开始说 他就说我就跟着陈赫讲啊 如果你不会说这个英文的这个毛毯的话呢 你就不能够拥有它 这个地毯carpet is on the floor feel free if you want to lie on it 如果呢这个你ok的话你就躺在地上吧 就是讲话我觉得有点呛啦 那这个人他听到也会觉得很不ok 所以他就在这个大陆的这个社群媒体小红书上面 他就爆料这些事 而且他还用录音档最正确凿 那这个他还讲说其实那时候还有乘客是用英文来问空姐说 要怎么样填这个入境卡的时候 空服员的回答其实是不太耐烦的 那还有这个乘客是在起飞后不久 他要带小朋友去洗手间 结果空服员是用粤语广播制止他们 其实说听不懂人话啦 哇这个爆出来不得了耶 对呀所以你看21号发生的 到现在其实在中国大陆还是持续延烧 又会觉得这个真的太夸张 不过国泰航空当然有马上做出一些反应 这要赶快灭火嘛对不对 他们在23号的时候三度的道歉 希望可以赶快止血 甚至也火速的解雇了三名空姐 大陆民众搭乘香港国泰航空 座位被分配到最后一排 可以清楚听到空服员在准备餐点 以及休息时的闲聊 听着听着发现空姐们持续嘲笑一位乘客 只因为把毛毯的英语说成地毯 让她气到决定录音投诉 录音档虽然有机舱内的杂音 但还是听得出来空姐们 你一句我一句 讨论毛毯和地毯英语的说法 一群人嘲讽乘客越说越起劲 越说越过分 31秒的录音 记录下国泰空服员又是英语 又是粤语的酸言酸语 轻而听到这些话的大陆乘客 上网痛批歧视 还指控整探航程服务都超离谱 还有一位老人 飞机起飞后不久 就抱着孩子去上厕所 空姐就在后面 先用粤语广播提醒老人回到座位 然后这位空姐就用粤语 对另一名空姐说 他们听不懂人话了 遭指控空服员歧视乘客的国泰航班 是5月21号由成都飞往香港 这段录音档曝光后 引爆大陆网民公愤 纷纷分享被国泰空服员歧视的经历 迫使国泰两度紧急发出声明道歉 并表示相关空服员已经停职调查 公开数据资料显示 国泰航空2022年亏损超过255亿台币 盼着大陆取消防疫边境管控后 2023年能获利153亿台币 但现今因为空服员的不当言行 已经激怒了来自大陆的主要客群 TVBS新闻夜郡红李明珍 综合报道 好这个事件其实我们看到 是有爆料者的说法 还有这个公司处理的方式 看起来这空姐问题很大嘛 对不对 好但是空姐哦 是不是也有一些委屈呢 因为在网路上也有发现说 好像是空姐上网去抱怨的一个po文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就CX987航班的仪式哦 他们不是有这个事件吗 他就说 其实有被录音的那位空服员 也不是香港人 因为大家都对 矛头指向都是香港人 好像对我们中国大陆人很不满哦 他说这件事情也可以看透 真的是玻璃心是韭菜 好不忘再骂一下这个爆料的人 是一个无耻还会偷玩录音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感觉是有被而来 或是居心叵测啦 那这个疑似是内部空姐的发文 不过后来也删掉了 那国泰到底怎么处理呢 其实刚刚我们已经看到 他们在23号这天就已经有第三次的声明致歉 还解雇了空姐嘛 但第一天的 因为21号是刚发生 22号的晚上将近10点的时候 国泰航空就有在微博声明来道歉 在隔天的下午2点多 这个又发声明说再次振动道歉 而且暂停相关人的飞行任务 然后再到这个不到8小时 他们的执行长林少波就第三次的声明致歉 然后也解雇了这个三明空姐 可见这件事情闹得非常大 好24号这天又有新的 你看林少波跟这个李家超出席了一个论坛 又第四度的致歉 而且你可以看到是用中文来读声明 因为谁被惹毛了 就是中国大陆的人嘛 如果你还是用广东华的话 可能他们又更火大 所以他是用中文来读声明的 对现在这发生这起事件之后呢 后来就有网友就有回报 他说他24号有搭这个班机 是从香港飞到成都的航班 他就发现说其实机舱是没有坐满的 比较空哦 那等到乘客都到写以后呢 现在空服员 他是先一个一个问说 要不要毛毯 要的都赶快发了 然后呢也有网友说 其实从23号起呢 国泰航空的这个语音广播呢 已经有了中文 国泰航空三位空姐机上闲聊 骑士把茅台英语说成地毯的乘客 引爆公司核弹级危机 就在大陆网友公布录音档实名投诉后 大陆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 接连发文严厉批评 人民日报旗下狭客岛文章通骂 国泰道歉不能只是把责任 推给几位员工 应该重拳整顿 新华社也写下老毛病老不改 国泰航空飞不远的重话 国泰夜晚发出由行政总裁林兆波 主名的声明 再次向受影响的乘客 同社会各界表示承治协议 说已经完成调查 22号被网友文字投诉时 国泰第一次声明虽然有道歉 但并没有说针对空服员进行调查 23号录音档曝光后 国泰二次声明才说 三天之内会公布处理结果 涉事者停止处分 但在大陆主要官媒陆续撞炮抨击之后 眼看大陆舆论怒火未消 国泰深夜第三次发声明 说调查结束 并解雇三名空服员 空姐们高傲的酸言酸语 铺天盖地在大陆社交媒体转传 但国泰解雇空服员 是否能彻底灭火 还要看大陆网友买不买账 有人点出国泰行政总裁的道歉信使用简体字 显然歧视的就是针对陆客 扬言抵制到底 而公开资料显示 这次发生歧视风波的成都到香港航班 过去都由国泰港农负责 在公司重组之后 改由国泰营运 目前有15条路线飞往大陆 更有超过三分之一乘客 是大陆转机客 好 这个国泰航空事件延烧 我们刚刚一伦提到 香港特首李家超跟他们的CEO 有出来讲话 我们看他说了什么 这个李家超说 这个空服员不尊重乘客严刑恶劣 已经伤害到内地同胞的感情了 感到痛愤失望 赶快出来 中港一家亲 痛骂自家人 怎么可以这样子做 好 那这个运输跟物流局长林世雄 他说这个事件严重违背了香港优良的代客之道 还有这个价值 这个道德观啊等等之类的 好 这个连大陆的官媒新华社都说话了 说老毛病不改 国泰航空飞不远 仅仅道歉就够了吗 不然要关闭吗 我觉得这个老毛病不改 其实是有它的含义在 因为后来也有就是国泰的 曾经当过国泰空姐的一个人 他后来也去这个小龙书上面爆料 他说他对于这件事情 他觉得不意外 国泰航空的空辅员 歧视中国大陆的旅客 这件事情早就是 他在当空姐的时候就曾经这样子 而且他是 这个爆料者 他说他自己是大陆 他是大陆人 那他是因为那时候 他读的大学 有跟这个国泰航空 有那时候实习合作 所以他才去短暂的待过国泰航空 去实习一年 那时候呢 其实很多他的同事都会有点开玩笑说 你去处理你们自己同胞的 惹出来的事吧 所以说老毛病不改 这个好像是 的确是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过往都有发生过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是这个 国泰的空服员的工会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对这个事件是表达遗憾 但是他觉得公司应该要正视源头 因为说这个其实国泰的空服员人手资源是相当的不足的 而且工作量很大 然后薪酬又很低薪资又很低 所以这个导致说这个同事 整个士气上面是不太OK的 那又衍生出这个机舱服务的投诉啊 然后他们认为啦 你去偷偷录音喔 其实有点像是挑衅空服员 已经严重干扰同事工作了 这样搞的是不是未来是不是变成说空服员要像警察一样 要带一个这个摄露剂在身上呢 这个搞成这样子是大家最不乐见的了 但不过我们真的平心而论来说 双方可能都有问题 一个就是去透露人家的声音嘛 感觉有备而来 另外就是如果空服员不讲这话 也不会被别人抓到把柄嘛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 其实我觉得跟中国大陆还有香港的心情的心结有关 好我们知道香港在1997年7月1号才正式回归中国大陆 但过去香港是英国殖民 那香港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经济的金融重症中心 他们本来就认为自己比较有钱 那刚开始开放的时候 跟中国大陆的这个隔阂也是蛮大的 是这几年才好一点点 但我觉得始终啊在医疗教育资源分配上面 其实两地的心结情绪还蛮重的 我仅代表国泰航空再次向受影响的乘客和社会隔盖 表示诚挚的协议 在此呢我再次向各位做出一个诚意的道歉 让国泰航空老总24号在广州出席公开活动时 反复致歉的原因 就是因为旗下空服员在飞机备餐休息区的闲聊对话 遭乘客侧路后放上网路 引发歧视路客的非议 一名21日搭乘由成都飞往香港 作为靠近备餐区的国泰航空乘客 控诉该航班空检在休息区内 多次私下抱怨乘客听不懂英文或粤语 爆料乘客称有年长路客在起飞之后 安全带指示灯还没有熄灭 就要抱小孩离开座位去上厕所 空姐用粤语广播提醒所有乘客应该回到座位 私下再用粤语向同事抱怨 他们听不懂人话 乘客还指控空服员 对于用不流利英语询问入境表格填写方式的乘客 回应也颇不耐烦 文章与侧录录音22号po上大陆社交媒体小红书 立即引发中国舆论强力塌发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员工歧视说普通话的内地乘客 是绝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似乎在公司文化里还保留着崇拜洋人 尊重香港人 且瞧不起内地人的优越感 歧视说普通话的乘客 都是纯纯的吃饭炸锅 据了解疫情前 国泰有三分之一乘客来自中国大陆 疫情之后 根据今年1到4月 国泰公布的载客情况显示 营运中的15条来往中国国内线收入 仅占总客运收入的0.04% 远远小于北美与欧洲线的51.7% 此外根据爆料乘客自述 他所搭乘的是国泰航空 配合港府吸引旅客重回香港 所启动的50万张免费机票计划相关航班 香港特首李家超 24号公开批评国泰 国泰航空则在中国社交网站 先后发表了三份道歉声明 并且在短短7个小时内 火速解雇三名涉事的空姐 也有一次国泰航空的空服员 在网上发文报驱 他说设施空服员中 有人并非香港公民 英文也不是母语 却因为不会普通话 惨遭千夫所指 并且质疑陆客太过玻璃心 把原本只牵涉表达不清的问题 无限上纲 而中港之间的难解心结 不只涉及语言上的表达失误 或是差别对待 不过本港中央器官捐赏登记明册 就出现不尋常的取消 中港两地在去年12月 完成第一起器官共享案例 让四个月大的香港女婴 获得来自深圳的捐赠 成功移植心脏之后 两地积极掩拟 让跨境器官共享横长化 然而原本愿意捐赠器官的香港人 却疑似因此改变态度 过去五个月向港府申请 取消弃捐登记的人数持续攀升 如今已经将近六千人 其中甚至还有从未登记过 要捐赠的人也申请取消 做法令外界联想到 过去中国大陆维权人士 疑似遭外力逼迫而被自杀之后 网友所发起的不自杀声明 签署浪潮 香港的弃捐患者支持团体则认为 警方介入恐会带来反效果 医管局向民众喊话强调香港捐赠的器官 长期供不应求 因此把器官送往大陆的机会非常低 尽管港府强调 北京当局对器官贩卖监管周全 期盼港人继续支持器捐 但目前仍在协商中的两地器官 恒常共享机制能否持续 恐怕将存在变数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您还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吗 接着我们用GoogleChance 在你来热搜看看 各地网友都在讨论什么 我们第一个还是看到美国 正义帮大家来分析 好美国的这个热搜关键字 是佛州州长的名字 德桑迪斯 那他会出现主要就是跟他 在台湾时间今天早上 做一个重大的宣布有关 就是说他要出来选总统 那要对抗的就是 要先跟同党的要竞争 最大竞争对手就是他的 川普 昔日的算是 也不知道恩师 但是他腾挺他的一位 就是川普 对那川普的话 其实对于他 就是有点讽刺 我们来看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这一次呢 德桑迪斯 他是在Twitter Space上面 这个平台来做宣布 那这个Twitter Space 有点像是 我们之前很熟悉的一个 App叫做Clubhouse 就是他就是有点像是 好久没听到Clubhouse 他好像有一点点没落了 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夯了 对他是 他是以声音为主 然后呢 就是他大家宣布嘛 所以说大家都会挤上去平台 想要听 结果没想到这个伺服器 整个就是爆 然后呢 本来线上的这个人次 有达到大概六十几万 结果因为就是爆 然后大家根本没有听到 德桑迪斯他要讲什么 然后还一直听到什么 人员被就是 就是断讯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结果真的 等到德桑迪斯 要开始讲的时候 那时候只剩下 大概三十几万 就哇 因为科技的关系 对然后结果 川普就是马上 在他的这个推特上面 就是弄了一个 那个火箭升空 然后结果失败的梗图 就来讽刺他说 这个出师不利 对 然后这个 所以说这让马斯克 好像也有点没面子 因为Twitter Space 毕竟也是马斯克旗下的 这个产品之一嘛 然后马斯克还有出席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 所以川普用的火箭 是不是也有点在讽刺 马斯克跟他这样连在 感觉有点呼应 都可以勾得起来 都可以勾得起来 好那这个德桑迪斯 他其实对台湾的态度 其实跟川普有蛮像 就是说他是挺台 然后对中国大陆是比较强硬的 但是如果说要比这两个人的民调的话 这个德桑迪斯还是差川普蛮多的 川普大概有53.5% 但是这个佛兽州长呢 大概只有20.8% 要追的话还要加把劲了哦 对所以确实他本来就一直说 他要出来选嘛 终于 好我们来看英国的热搜话题哦 是这个威尔斯暴动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 我觉得算社会案件啊 那是南威尔斯卡蒂夫 日前发生了一起车祸 结果呢 有两名未成年就不幸丧生了 那意外发生的原因哦 疑似是警车 警方开着警车 结果追踪这两个 骑电动自行车的年轻人 结果有追撞他们 那这件事情警方其实不愿意承认 他说就警方说 我没有跟他有什么碰撞 但是这个社群媒体 大家就已经看到 有一些画面出现了 所以警方确实在当时 应该是有追逐这两名年轻人 那对这件事情哦 这民众就很不爽啊 就觉得说你警方怎么可以说谎呢 还不承认 所以就聚集在路上引发暴动 甚至有数百人是纵火 来烧路边的车 施放烟火 还有跟警方发生冲突 我倒是觉得路边的车也是 蛮无蜂之在啊 对啊 跟他又没有关系哦 所以这个大家的情绪哦 暴动起来真的是很难收拾 那后来因为警察跟民众有冲突嘛 那也有受伤 所以就有出动正报的部队来进行逮捕 那在24小时之后 就紧张情绪才比较和缓 后来大家才转负到车祸现场 对死者来献花跟默哀 但因为就是这两名青少年就死亡了 所以大家的那种不满情绪才会比较高涨 所以成为了英国的热搜话题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日本哦 日本的这个热搜关键字呢 叫做儿童津贴 那跟这个日本的少子化就是很有关系的 因为大家都不生嘛 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一定得要做一些措施哦 希望能够提振这个生育率 那他是计划要怎么样的扩大呢 因为现行的这个给付的年龄哦 是到大概15岁 他现在想要把这个年龄拉高到18岁高中毕业 而且如果说你生了第三胎的话呢 每个月的这个津贴还会再加倍哦 那这个扩大津贴的预算呢 会他们打算要从这个日本的医疗保险中来拨款支印哦 那估计会将达到这个1.2兆日元 相当于台币2000多亿左右啦 但是这个能不能够说这个让国会这个通过的话 就还是要再看看这个各地的反应如何了 对但我看他们每个月给大概2000多 两三千看你的这个年纪啊什么的 对我觉得不无小谷啦 不无小谷没错 但是在通膨的这个压力下面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偏少 对但像我去日本的时候 他们还有问说 就是他们以为自己的少子率已经 就出生率已经非常少 就其实台湾比日本还要再低耶 所以其实我们的政府应该更努力的来 鼓励爸爸妈妈生育 好接着来看南韩 南韩的热搜话题是5050 它是一个南韩的这个新人女团 他们单曲Qubit 本周在告示牌的单曲百大排行榜里面排18名 好虽然比上周下降一名哦 但是单曲连续第9周在排行榜上 成功的打破Blackpink跟席琳娜合作的 Ice Cream所创下的Kpop女团的8周排行榜记录 反正就是比别多一周啦 就看他下一周还没有继续连 是 好那他们这个5050哦 他们在2022年11月的时候才首次亮相 然后在2月24号就发行了这个单曲Qubit 那这个歌曲我有上网听哦 真的蛮洗脑的 所以在T2一度是蛮活药的 那我也看了YT的这个Qubit的 点阅吗 对 6712万次 好但是Ice Cream更强哦 Ice Cream有8.4亿次 但因为他已经出了两年 对对对但都很厉害 对这很强 Kpop现在很强哦 那现在这个他们因为有这个歌曲的加持 所以人气也越来越好 所以5050的经纪公司在美国的行销活动也正在做准备 哇所以这个寒流应该还会在持续好一超长一阵子 对那因为还有这样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 开车我就开始听Blanding 突然被寒流洗脑会有这种感觉 而且很多很多这个小女生都跳他们的舞蹈 很喜欢那个什么Flower对不对 就是Black Queen的单曲 没错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香港 香港就是我们前面刚刚所提到的国泰航空 没错 那这个国泰航空这个事件 这个纵使说解聘了三名空服员 其实这个民众的怒火其实还蛮难消的 因为其实看到国泰航空的他的比如说营收 其实蛮有大概超过七成是来自中国大陆 那可想而知这个事情 然后再加上你看到营收 我觉得很多中国大陆网友经常讲说 诶我们是你们公司的金基姆 结果你这空服员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乘客 是不是有点不恰当等等之类的 这个想必应该还会再延烧一阵子了 对啊那香港自然成为热搜嘛 因为事情很大调 好我们接着来看台湾 台湾的热搜话题是疫情升温 好这疫情是什么呢 其实前几天我们讲过常病毒疫苗嘛 那这个是讲的新冠肺炎 好应该大家都有发现说 这个周边原本天选之人最近都确诊了 确实在第四波的本土疫情 这个新冠肺炎正在升温当中 疾管署说过去一周的中重症确诊平均 每一天增加的是204例不仅比上周增加了32% 更创下了3月20日轻证免通报以来的最高 所以推算下来大概确诊的个案 每天大概是增加2万名 因为现在不用通报了 所以他是用推的方式来进行估算 好那现在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机关署后来就有一个新的政策 说5月31号之后 医疗机关医疗医事机关跟一般的护理之家 还有老人福利中机构这四个场所 都要持续的强制佩戴口罩 所以如果到这些地方 你口罩是不能拿掉的 好那如果呢是长照服务机构 农民之家还有这个 儿童跟少年服务机构身心障碍这些救护车 就只是建议佩戴 所以有一些这个差别 大家要特别注意 不然可能会被罚 那当然像65岁以上啊 长者或者是50岁左右的慢性病啊 或是5岁以下的小朋友 真的要特别注意 因为还在流行当中 所以还是有可能再度确诊 那如果免疫力比较差的 对如果说你就是像之前一轮讲的 你能打就赶快去打 如果真的你因为身体的因素 没有办法打的话 真的口罩还是要戴好 对而且少去人多的地方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热搜关键字 是一名过世的艺人 他叫做哈里斯 罗尔夫哈里斯 那他其实是一个 算澳洲蛮知名的艺人 他是最近病逝 是93岁病逝 但是比较让人家震惊的是 他其实就发生过一些 不好的这个新闻啊 就是他在2013年的时候 有招控说性侵未成年少女 然后呢就是后来有被判 5年9个月的监禁 他后来出狱以后呢 却从来没有跟被害人道歉过 所以说其实蛮多的 这个被害受害者家属 其实对他是相当的不谅解的 那他的家属呢 是有发一个声明 就是说他是在家人跟朋友的陪伴下平静的过世 那希望可以尊重隐私 不要再发表评论 所以这个澳洲的艺人 他其实在英国也蛮红的 所以可能很多在新加坡 因为毕竟是被英国知名过 所以有很多的网友在关心这个议题 好我们看完GoogleChain之后 我们接下来又要关注到的是土耳其 土耳其之前因为大地震 所以台湾民众对于那个地区是很关心 甚至还有很多的这个赠灾捐款 但是他们其实当时就有人认为说 这个艾尔段会不会在地震之后的这个声势下跌 因为如果处理不好就是一个政治危机 现在状况如何 现在我跟你讲 土耳其人真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我们先来看第一轮投票 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这个土耳其大选 发现说其实两边的候选人并没有人过半 所以一定要在举行第二轮 就是在5月28号的时候 那第一轮的这个投票率呢 是达到了这个88 快到90 八成 对 那艾尔段就是目前的这个执政党的这个总统人 总统人 总统艾尔段他是49.5 那这个另外一个反对党的基里达欧鲁呢 是44.9 好啦 但是呢目前来讲 因为他们还同时还有举行国会的大选 那国会这边执政党的联盟 人民联盟呢 是拿下了321席 再也只拿到213 可见 这个执政党还是有力 执政党还是有优势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个人 是分别在哪些的地区又领先 艾尔段呢 他是在51个省 然后是大幅领先 而且他是横扫了安纳托利亚的票仓 跟南部的强政灾区 这个民众 这代表 民众并没有因为说 他这个好像地震过后啊 处理不好 而放弃他 反而是对于这个吉里达欧鲁 对于他是有一些质疑的 他因为他其实吉里达欧鲁 他也有对地震有提出一些 比如说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 但是这些选民还是觉得 艾尔段才能够给他们带一个比较安稳的未来 嗯 真的跟大家看的不太好 就是跟大家看的不同 好 那这个吉里达欧鲁 他是在哪边领先呢 他是在30个选区领先 那他是守住了这个爱琴海的沿岸 那还有就是这个库德族的选民其实都比较投他 因为大家晓得库德族就是爱尔段最讨厌的一群人 所以这些人当然是会投给这个反对党了 那还有一个第三个是这个算是第三势力 右派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他叫做欧根哦 欧根呢他是在第一轮投票的时候呢 他的得票率是5.28% 但是最近他有做一些声明 他说我挺爱尔段哦 哇 所以他这个话一出 有些土耳其媒体就把他形容成是叫做造王者 就是他就是 不是关键的少数呢 就是他造就让这个爱尔段变成王了 他变成造王者了 那他为什么会这个跟爱尔段就是变成 合为一体呢 主要是说他有一些政策 他觉得他跟爱尔段是相同的 比如说他反对难民的接收 那同时这个爱尔段他有讲说 有这个一百万叙利亚的难民这些 他要来讨论要看要怎么样的重新的安置 那甚至说他们两个人对于说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态度 其实也是都是比较强硬的 那这两个他们觉得是 两方的人两方的这个团队都觉得说他们的意见 这方面是相符合的 好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土耳其的政局 真是蛮混乱的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混乱呢 这时候是土耳其的国父凯默尔以后呢 其实就是有一阵子的混乱 那从这一次的投票可以看出来 感觉土耳其的政坛呢 是变成了好像两个极端 因为这个反对党的这个基里达欧鲁 他其实是比较所谓的跟这个土耳其国父凯默尔是比较相接近的 是所谓的世俗主义 但是这个爱尔段他是比较所谓的伊斯兰教义 世俗主义就是说 我不要什么事情都跟宗教绑在一起 我就是有些不是他的法庭会跟宗教是连接 经济啊或是法律都会扯在一起 对但是这个反对党这个基里达欧鲁的话 他是比较偏向说我不要都跟宗教绑在一起 那但是爱尔段他是你看到他的太太 他的小孩其实比如说进出工作场合 也都是包着头巾等等 所以他是比较朝向伊斯兰教义的这一块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这个大家晓得这个爱尔段已经当总理当总统当好久了 从我开始接触国际新闻他就是做总理 然后做总理做没多久他就突然变总统 而且实权被他改一改又到他的手上 因为本来土耳其是内阁制 所以说他的本来的大权是掌握在这个总理手上 结果换到他当这个 反正都是在我自己手上 我觉得他这一点就是跟俄罗斯总统普钦有那么一点点像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土耳其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军事的政变 那那时候呢2016年的7月中 那时候军方是想要推翻爱尔段 他就是想要中断爱尔段所推行的伊斯兰化 希望能够再跟世俗主义靠拢一点 但是失败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中东的这个统治模式 其实有分成两派 派一颗就是说我刚刚讲的世俗的开明专制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像现代爱尔段的 就是强调伊斯兰教育 但这两者都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民主不足跟经济的这个不好 好这个爱尔段他当初是打着什么样的这个旗号来宣传他的这个政策 他就说他要让土耳其的经济变好 然后呢他要把从之前的这个军事威权统治带向现代的民主政治 但他的确是有做一些成功的地方 比如说他真的成功发展了经济了 虽然是中东国家大部分都蛮贫穷的 他是少数的例外 还有另外一个是说他结束了政坛混乱的局面 因为我刚刚提到说土耳其的这个国父 他过世以后其实这个土耳其换了这个12个总统38个总理 非常的混乱 他上来以后的确比较安稳 对比较平稳了一些 而且经济又好嘛 所以民众自然就会把票投给他 另外一个是说他其实对以色列 没有像之前一样就是比较态度比较强硬 但是最近的话因为说俄罗俄战争的关系 他们有因为这个天然气 两方有变得比较和和缓的一些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说其实艾尔顿他个人呢 有一些这个有争议的地方 就是说他的家人其实都有 有涉及到一些贪腐的东西 但是他都并没有去正视 也就是当中充耳不闻啊 不管了 然后呢他甚至有这个煽动族裔和教派的对立 而且在国际上面呢是多面的开战 比如说这个叙利亚内战他也去参一角 那当然他也是有帮助就是说打击这个恐怖组织ISIS 那当然还有他最讨厌的库德族也是常常 土耳其这边有跟他有发生冲突 那我刚刚提到了这个2016年的政变嘛 这起政变其实后来他又赶快下了这个紧急状态三个月 他趁这个在紧急状态的时候逮捕了5万多人 已经把超过政变的人数 而且他是只要你意见跟他不合 就是他就把你贴个标签过去 那他关闭了很多间学校 而且还开除了教职员 那我刚刚提到说这个爱尔段他其实是2014到这个2023的时候都是总统 那他如果这次再赢的话 他还要再做5年 这样下去的话就是超过10年了 但我觉得这个爱尔段有一个好处是 他在国际上面还蛮会瞧的 瞧王 我觉得瞧王可以封给他 他是国际瞧王 或是那个桥牌色桥是真的很会瞧 对因为像其实这个俄乌战争的那个时候不是黑海的谷物协议 其实也是土耳其有在之中帮忙 他很厉害啊我觉得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说 土耳其其实一直都想要来申请欧盟 那但是他很早就提出来了 但却一直卡关我们来看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是在1959年的时候他就申请加入所谓的欧洲经济共同体 也是欧盟的前身那在1963年的时候签了一个安卡拉的协定 那就是成为欧盟候选国的第一步 好然后到了1987年正式申请 那后来1995年申请这个关税联盟 好不容易到1999年成为正式的候选国 但是你看他这个进度有点慢 你看到2005年好启动了入欧盟的谈判 结果到2013整个谈判有半数是遭到冻结了 那其实主要就是跟这个艾尔段他自己的个人风格有关 因为大家发现说人权土耳其的人权的这个争议真的是太多了 那我们刚刚提到2016年政变又可以印证这一点 所以欧盟这边对他们的人权记录是有一些的疑虑的 说要符合这个所谓的哥本哈根的标准 然后呢后来他就是在卡关的时候 其实这个艾尔段他这边他要讲说他有来做一些改变 他做什么改变呢?他说要致力推动多元化民族和和谐等价值 甚至他还跟他所谓的这个死对头库德工人党 有来展开和平的谈判 然后还改变了这个军队的法律 他由文官来控制 那时候呢欧盟的执委会来说 嗯很棒你找标都是用五官 结果呢就反而替他留下了一个他之后可以掌控军队的后路 所以他那时候做了一些改变 其实他跟欧盟的关系有变好 但是后来你知道他又固态赴盟 所以后来就两方就有一点点渐行渐远了 好那其实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媒体 Political他其实也有就是有讲说 这个成员国究竟就欧盟成员国究竟能不能够接受 这么多贫穷的人口加入欧盟 其实也是一个原因 还有说宗教的关系啦 因为毕竟土耳其比较多人是伊斯兰教 那欧盟的话成员国大部分都是基督教 对这方面是还要再考量的 好那我们也问到了这个东吴政治系的教授 刘碧荣教授来听我们分析说 为什么爱尔段在灾区的得票率还是那么样的高 这一次呢土耳其的大选的结果 其实跟西方预测的不太一样啊 我觉得西方或者外界的 外界的预测呢就比较一厢情愿 那通常我们认为说因为他执政党呢 或者政府他在救灾的方面做得不好 应该会流失一些选票啊 那后来选出来不是这样 不过这样呢就表示呢 老百姓还是觉得说虽然不好 但是他可以改正 因为欧尔段呢 他基本上他是一个最强势的领导人 他是一个超级大总统 那超级大总统的情况下呢 主要他愿意 他承诺要快要要要加速改革救灾 他可以做得到啊 那他们对于这个新的 或者反对党联盟的 如果真的做成政府 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没有这个执行力 他们有所怀疑 所以这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啊 其实这次其实我觉得在 整个选举有两个地方不太一样 因为本来大家觉得土耳其经济很糟糕 土耳其经济很糟糕呢 那如果说人们对经济上觉得 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做改变 那应该会把执政党拉下来才对啊 但是后来人们也容忍啊 也容忍也容忍就觉得说 哎呀这个如果要改善这个经济呢 可能还是得靠执政党啊 就是他愿不愿意 只要因为他有能力 只要他愿意 他一定可以改 虽然外界的评论都说 选完之后经济的情势依然严峻 但显然跟土耳其的选民 他们的期待 我们看法有差距啊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 这个土耳其的选举看起来 二段的整个权力或者势力 仍然非常的强大 他的组织非常的严密 他的支持者仍然非常死忠啊 那跟我们外界的评论 是我觉得跟选前的一般 西方的预测 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落差 二段呢 他基本上你看他在诉求的时候 他不断强调 他说我带领土耳其走上独立的路 那么我的这个让你们可以提早退休 提早退休 走上独立的路 然后我造成了整个国家的一个强盛啊 但是但是很多人觉得我们从外界的感觉上应该不是 而且二段他非常的这个扩权 他不管在行政啊 都扩展到司法啦 跟全能那么打击一己啊 把所有的这个媒体啊 或者说他不满意的这个新闻记者都关起来 那照理说应该是感觉上 如果你光看西方的报道 感觉上应该土耳其快沸腾了 天路人怨的样子啊 那显然不是 所以可见土耳其人就大概是觉得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呃 能力对强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期待 以目前看起来 我倒是我是觉得对二段的 二段的这个呃 胜算蛮大的啊 因为因为因为我们晓得第一轮 虽然都没有过50% 但二段他影响他他比较多嘛 他非常靠近50%啊 那么现在当然就是说看 呃还有第三势力 这个这个Organ啊 那么他们另外一些极右派的这个势力 他们也有一些选票 那这些选票到底是给谁 不过经过在第一轮选举一般判断 觉得发生了失误以后呢 我发现所有的国外的一些判断 就相对去保守了 那大家觉得说呃第一轮 如果反对的六党的这个联合的这个阵营 没有赢的话 那么后来气就慢慢散掉了 慢慢散掉了 所以5月28号第二轮选举 富尔端再度赢得总统大选 再赢得这五年的任期 或者是是非常有可能的啊 这也是大家可能要面对的一个一个土耳其的一个政治现实 好我们看完土耳其的政局之后 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个就是日本演艺圈娱乐圈发生事件 我看我后面这两个人 他们都是前捷尼斯的练习生 就他们开记者会来控诉捷尼斯的创办人叫做喜多川 好大家把这件事情哦 封为捷尼斯版的MeToo 过去MeToo这个词大部分会用在女性身上 因为当时是女性有这样子的MeToo行动运动 但是其实男生也可能会受到一些侵犯哦 好那当然现在这件事情因为已经爆炸了 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近期BBC有一部纪录片哦 叫做捕食者日本流行乐坛的秘密丑闻 哇这种标题一看就觉得好想看 但看了之后就觉得哇天哪 原来是日本偶像文化缔造者强尼喜多川 他有多年性虐待未成年男性艺人的丑闻 好他讲的这个对象哦 这个哈日族一定不陌生 但是他其实已经在2019年的7月过世了 当时他离世的年龄大概是87岁左右 好那为什么叫杰尼斯哦 因为他这个名字Johnny嘛 羌尼哦Johnny就是杰尼斯 所以大家都叫做小杰尼斯这样 好那这个其实在2015年 他还没有逝世的时候 周刊文春就曾经有揭露过 有15位被害人 然后有花了14周来报道 还被杰尼斯告上了法院 就他们说当时他们 有去找很多娱乐圈的人 大家都沉默 应该是都知道类似的状况有听说 但是因为他实在 势力太庞大了 不敢讲 就算了 所以这就要沉默螺旋哦 大家都不敢说话 好但他们怎么讲呢 其实出面的人都已经成年了啦 但是他们说回忆起当时 真的是还是心惊胆战 他说他给未成年的男生会注射 磁性激素 所以他们发育就比较迟缓 像可能还20几岁看起来很年轻 这样子 好然后他说他还有洗他的身体 感觉他像是个洋娃娃 甚至有一点过火的按摩 但是爸爸妈妈或是他们都会说 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啊 所以有一些父母其实可能知道 但是却视若无睹 对还是让孩子去在他的身边 然后他说因为日本同性恋 或同性这件事情 大家都不会相信 然后是一种偏见 所以报道这件事情 大家就觉得你比较危险 而不是把这件事情揭露 反而被害人是会被贴标签的 对所以可能这个在性别的 这个问题上面 已经不是什么所谓的男女的问题 这是一个蛮严重的社会问题 好那当然我觉得强妮 喜多川也是蛮厉害的 因为他真的是缔造很多 很棒很杰出的艺人 甚至你看他的金曲市 智街记录大全 他是制作最多演唱会的人 而且是制作最多冠军单曲的人 那到底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这件事情已经不可考 原因是他已经过世了 而且过世了大概有四年之久 那这件事情因为 最近这个BBC的纪录片之后 又再掀出来 那过去杰尼斯不是还告上法院吗 但现在的态度有点转变 这个是谁呢 这是现任的社长 他是喜多川的亲侄女 他目前是社长 他在事发一个月之后出面道歉了 好这个道歉是不是就是承认 他的舅舅有状况呢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讲 好你先看 对因为他说公司绝对没有认为 相关的争议没有问题 不仅是公司 我也认为这种行为 绝对不可原谅 但是因为已经没有办法 跟喜托川墙一确认 所以公司也认为 要一一确认那些事实 是不容易的 所以加上 这个这一句话就有 对不对问号了 好那加上考虑到希望不要有揣测 导致诽谤中伤害的二次伤害 所以外界能对杰尼斯目前的处理 他们希望能予以理解 好所以意思就是说 反正死无对症也没办法 我们现在就是做到这样子了 好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看到一个比较新的 他是喜多川的爱徒 有个叫少年队 真的是蛮早期的一个成员 叫做东山济之 也是一位男性 好他在节目上有鞠躬谢罪 甚至他还抛出说 未来是否还要继续用杰尼斯 因为杰尼斯我们说是Johnny Johnny的这个翻过来 所以他们如果把这个杰尼斯去掉 是不是就完全跟这个喜多川切割了 这如果真的是这样 就算是一个蛮重大的转变 但确实这件事情在日本 韩国台湾 这个都蛮受到关注的 那后续的情况如何 还是要再看看这些人 有没有再进行一些 后续的法律相关的诉讼 那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了 欢迎你有什么样的资讯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